核通心粉 如果核通心粉真的存在的话 那么它会是整个宇宙中最坚固的材料 这种物质由殆尽的恒星残留物形成 它们被挤压成了类似意大利通心粉的产解物 它是可以被破坏的 不过前提是 你要对它施加比压碎钢还要强100亿倍的压力 一颗下玻璃雨的星球 HD189733B是一颗太阳系外行星 这颗亮蓝色的星球看起来很平静 甚至有点熟悉 但是这些漂亮的外衣掩盖了这颗星球的恐怖本质 那里的风速高达每小时8700公里 这是阴速的7倍 不过这还不是这里最糟糕的状况 这颗酷热的外星世界会下横向玻璃雨 最好还是躲一下吧 黑寡妇脉冲星 和黑寡妇蜘蛛一样 这颗自转的中子星同样会蚕食自己的伴侣 一颗质量较轻的中矮星 脉冲星G1311-3430 因其缓慢毁灭同伴的行径而闻名 它消耗的物质越多 自转的速度就越慢 而中子星在这个过程中损失的能量 会导致其半星逐渐缩小 一颗正在燃烧的冰行星 遥远之处有一颗海王星大小的太阳系外行星 叫做格利斯436B 它的存在就是一个悖论 因为它是由灼热的冰块组成的 这颗行星仅需两天 就可以环绕红矮星格利斯436公转一整圈 这意味着它离自己的母星非常近 同样这也可能就是 其温度很少降到427摄氏度以下的原因 不过最奇怪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颗行星上布满了大量的水冰 它们被称为SX 像是SpaceX吗 这种冰在高温仍可以保持固体状态 一颗有环的矮行星 任神星是一颗围绕古百代公转的矮行星 它具有奇异的细长形状 还有两颗卫星 这颗行星上的一天持续4个小时 使其成为我们太阳系中 自转最快的大型天体 但是任神星最神秘的地方在于 这颗行星有一条直径为64公里的细环 围绕着它 半人马座里的分子云 虽然分子云又被称为星星的摇篮 但这里可一点也不和平或安全 这个由氢气和新生恒星组成的摇篮 位于半人马座的星云中 距离地球6500光年远 这些新生恒星发出的强大能量 使氢气云发出奇异的红色 这种能量非常强大 以至于它会吞噬掉由星辰组成的乌云 让它们像热锅上的牛油块一样消失 好了 这个比喻有点怪 一颗钻石行星 距地球约4000光年远的地方 有一颗像是巨大钻石的行星 这颗行星的密度比迄今发现的任何行星都要大 而且它主要由碳组成的 它的密度大到让天文学家认为 这种碳可能是结晶质 这意味着这颗行星至少有一部分是钻石 来自太空的红外线 中子星是密度超大的巨型恒星 在瓦解后留下的核心 它们通常会发出X光或无线电波 但是2018年 天文学家们发现了一股奇怪的红外线 它似乎来自距我们星球800光年远的一颗中子星 该信号可能是由环绕这颗星球的尘埃盘产生的 不过这一理论还尚未得到证实 木星上的大红斑 至少一个半设计以来 木星上凶猛的红色飓风从未平息下来 这些风暴的中心相对比较平静 不过它们的边缘 风速却达到了每小时435至676公里 它比地球上最猛烈的飓风还要快两倍以上 有谁想和我一起去划浪风翻吗 索伦之眼 北洛师门是夜空中第18亮的星星 它的样子非常恐怖 人们称其为索伦之眼 因为它周围环绕着一圈灰尘和碎屑 让它看起来像是凝视着你灵魂的巨眼 哦 这颗恐怖的恒星是我们太阳质量的两倍以上 距地球25光年远 考虑到是太空中的距离 这并不算远 等等 那是魔界里的咕噜吗 引起你注意了吧 蝴蝶星云 这种蝴蝶的翼展长度超过三光年 这种星云内部的结构 是人类观察到最复杂的结构之一 星云的中心恒星是一颗白矮星 它的温度高达25万摄氏度 真是难以置信 这意味着它是由一颗巨大的恒星形成的 很可能是我们太阳大小的五倍以上 这颗白矮星的赤道上包围着厚厚的星辰和气体 而这很有可能就是其结构形似沙漏或蝴蝶的原因 艾斯基摩星云 这个200多年前被发现的星云 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 它的双壳结构看起来 就像是一张藏在冬季大衣衣帽里的人脸 艾斯基摩星云中心的恒星和我们的太阳并无太大差异 另外 星云外部的奇异橙色条纹 向各个方向蔓延了数光年 创生之柱 距离地球七千光年远的地方 有一个叫阴星云的地方 这是一个年轻的星团 仅存在了550万年 哈勃太空望远镜在该星云中心的附近 拍摄到了几个暗影 它们就是所谓的创生之柱 一个形成恒星的活跃区域 一个活化石星系 DGSAT-1星系和银河系一样大 但是它几乎是看不见的 因为它的恒星分布非常稀疏 不过 这一星系如此独特的原因在于 与其他通常以星团形式聚集的星系不一样 它是独立的 这可能意味着DGSAT-1星系是在不同时代形成的 大概是在宇宙大爆炸后的十亿年内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么这一星系就真的算是活化石了 环状星云 这一朵由星辰和气体组成的星云 围绕着一颗几乎快熄灭的古老恒星 乍一看 它的确像是一枚戒指 这个距离地球2300光年远的深空彩色天体 实际上是一个环绕着蓝色球形结构的环 该结构的每个末端都从这个环的对侧伸出来 太空中的水 有一团漂浮在太空中的水蒸气云 围绕着距地球120亿光年远的超大质量黑洞 这朵云包含的水分是我们星球总水量的140亿万倍 天文学家认为 这种水蒸气云出现的时间 只比宇宙本身晚了16亿年 那时我还没出生 所以信不信就有你了 嘿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给这个影片点一个赞 并与朋友分享哦 这里还有一些很酷的影片 我想你也会喜欢的 你只要点击左边或右边 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